18051 他是一位父親 他在1月9號曾經帶了兩個小孩 到桃園的西堤餐廳用餐 他1月10號曾經到台北市的大安區的診所來就診 在耳鼻喉科傳給了75歲的阿嬤 這阿嬤他同住的家人裡面有兩個孫子 兩個孫子分別就讀於北投區的國中跟國小 昨天就已經就全班同學做採檢 結果在深夜出來都是陰性 但我們還是不放心 所以今天在學校做採檢 昨天完成的採檢人數是176人 都是陰性 這是國小的部分 國中的部分採檢的人數是312人 目前採檢結果還在檢驗當中 所以因為有這個阿嬤被確診 所以我們連他孫子的學校就先做擴大採檢 事實上我們也用台北市政府的公函 去跟衛福部申請說 用台北通代表個人去跟衛福部申請 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申請 昨天才宣布今天要檢查有點困難 所以我看大家就 如果還來不及下載什麼健保快一通 什麼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申請 那你就隨身帶著小黃卡吧 目前這個Omicron傳播的速度 用現有的醫療人力應該勸不住 我現在我比較擔心的還是過年 過年期間篩檢了量能、醫療量能 疫苗又停打四天 到底會不會擴散?在想這問題 發生一個確診力 居家隔離嘛 圈起來 那我們圈起來的時候要確保說 圈起來 外面的感染人數 的機率要有小一個 那現在如果你確診 你開始圈的時候 比方說你慢兩天的時候 它變成圈的人數就夠多了 發展到現在的數量 我認為現在要有效的圈住不太容易 下個禮拜打二十十萬 對臺北市的醫療系統也是一個壓力 我在看那個預約 很明顯莫德納比BNT 預約滿的快 莫德納跟BNT 在醫療上沒有差別 如果沒有莫德納 就直接就可以打BNT就打BNT 不用再 再去等什麼下一T次 這樣的話應該會讓整個 整個注射會比較通順一點 我們老百姓還是比較聽話 戴口罩就戴口罩 歐美國家加戴口罩 好像要他的命一樣 坦白講我是不贊成 提高那個管制 就維持二級就這樣 反正到現在也沒有插管 插管 衝進加護病房 我認為疫情現在應該沒有辦法清零 但是我也認為 擴張的速度不會很快 因為我們疫苗覆蓋率夠 老百姓比較聽話 戴口罩還是比較多 就讓他慢慢的感染 唯一比較擔心的是 年假那九天 那九天如果整個 醫療量能全部下降 醫療量能下降 打疫苗下降 所以像去年那個母親節一回來 發現天啊 那已經感染散開了